就是我们生产面粉的那种小麦 没有饱满的我们书上说的这个干壁的果实 为什么它不饱满呢 就是收粉的时候受了影响 它不能饱满 那么一般在用水来淘这个小麦的时候 浮在水面上把它捋起来晒干 就叫浮小麦 那么这个药物的基本作用呢 也是止汗 在临床上也是不管阴虚的气虚的止汗 或者倒汗 那么分别配物 这一点它和麻黄根没有两样 虽然我们书上除了止汗 还说它能够移心气养心阴 轻虚热 但是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微弱 那么它能够养心气 它就也能够适合于气虚的止汗 它又能够养心阴轻虚热 它也能够治疗阴虚的倒汗 所以这个药也是在临床上 两种止汗不止都可以使用的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止汗的专药 因为后面的这些功效 几乎是不明显 单独作为一个补气 心气或者养心阴 不会考虑到这个浮小麦 那么小麦呢 这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养心气养心阴 可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药物来选择 单独的浮小麦 一般可以浮略 这边的浮小麦